来了兄弟们有好多老铁问我你能不能拍一个火铁的水母 带水里游动的视频给我们看看 如果你拍了我们就给你双击 这不我今天为了你这个双击我开车100多公里来拍了这个视频 有的老铁一进来他习惯性会给你双击 因为他知道双击可以活跃挨地能到日上日吗 有的老铁怎么样也不 这是我感慨的时候在海边发现这条死去的河通雨 此渔有剧毒非专业人员不可使用 我也是出于好心把它丢进掩埋 因为我怕海边旅游的游客被这漂亮的外表所迷惑 拿回家吃了拿后果都不贪思想了 进来的老铁感觉我做的OK了能否给小弟一千个双击 加个关注开往今晚继续干 哈喽兄弟们这条鱼叫烟管鱼也叫马鞭鱼 但我们这个海域是很少罕见的 也不知道是我们家哪位老铁给我带来的信用 咱家老铁有没有见过这种鱼的 见过的扣一没见过扣二 有的老铁一进来习惯性的跟你双击了 而有的老铁怎么也不给不给就不给 叫我徒手解泡个海责给他看看 他说看了特别舒服特别得劲就会给我双击 这不我今天为了你的舒服为了你的得劲 到现在我的手还疼呢 进来的老铁开我这么努力的份上 能否给小弟一千个双击 只要一千个双击 不给双击加关注看我九点左右直播 哈喽兄弟们有好多朋友问我天气慢慢的凉了 主播你能不能抓几条八导鱼给我们看看 其实抓着八导鱼嘛也疯海域也凭用气的 也不知道今天大家哪位老铁给我带来的好用 发现这么多八导鱼 嘿嘿嘿嘿 有的老铁一进来习惯性给我双击了 因为他知道双击可以活跃挨地 能导致上热门加关注 来的兄弟们晚上好 今天教你们如何购买猫眼罗小证实 买猫眼罗这钱 一定要把猫眼罗的水分使劲使劲的挤出 不然的话一斤猫眼罗六两水 一般海鲜老板不养挤水分 我今天为了拍这个视频被老板骂了好几句 进来的老铁感觉这个视频对你有帮助的 麻烦给个双击加关注 哈喽兄弟们中午好 有的老铁问我 鱿鱼脱了皮可不可以制作铁板鱿鱼 其实这鱿鱼脱了皮 制作铁板鱿鱼 味道非常鲜美的 能把隔壁的小孩都惨哭了 哈哈哈哈 有的老铁一进来习惯性给我双击了 因为他知道双击可以活跃挨地 能到日上日忙 哈喽兄弟们下午好 我手上拿的是水抹的触虚 也是用来攻击猎物的武器 这是一层带有毒药的保护膜 如果我能用手把它拖落下来的话 你能不能给我个双击 你在海边玩耍的时候 天晚天晚不要用手去触碰它 因为它会有毒的 不给双击加关注 开吧马上赶海直播 哈喽兄弟们下午好 有好多老铁发私信和我说 主播天气慢慢的冷了 你能不能抓它八岛鱼 给我们看看 其实抓这个八岛鱼 要封海域 也要平用气的 今天也不知道我们家哪位老铁 给我带来的好用 就把发现这么多八岛鱼 哈哈哈哈 有的老铁一进来习惯性给我双击 而有的老铁怎么样也不给 不给 哈喽兄弟们下午好 我手上拿的这种鱼叫老鼠鱼 也叫八皮狼 在吃这鱼之前 一定要把鱼皮慢慢的拖下来 这样的话 起锅烧油 鱼更加入味 有的老铁一进来 感觉学到知识会给我个双击 而有老铁给我关注 开吧马上赶海 又有老铁发私信和我说 叫我不戴手套 徒手捡破个海直头给他看看 那位老铁还说 如果我捡破开给他看 他就会给我双击 这不我今天为了你这个双击 拍了这个视频 到现在我的手还疼呢 进来的兄弟姐妹们 能否给小弟一千个双击 咱只要一千个双击 加个关注万风感 哈喽兄弟们晚上好 我手上拿的这种鱼 像不像鞋的那样的鱼 听我大爷说 这种鱼特别懒 一般吸服在船底 和大型鲨鱼身上 所以我们当地人叫它吸盘鱼 有的朋友第一次见 并且没有吃过这种鱼了 反手给我留下一个双击 不给双击的朋友也没关系 加关注开网马